那这里机器人选了 直接机器人 只能卡丽斯塔了呀 感觉 或者他玩个脏的 他爱奇去AD 然后AD 对呀 他看你机器人选那么早 他直接辅助拿牛头或者布隆 或者瑞尔了呀 他不去双射手就可以了呀 我觉得这手随便摇啊 布隆是比较好的其实 就防守上面 布隆是打机器人比较好的 牛头布隆 这里在展现自己的英雄词 对呀 牛头布隆 牛头 这两个是最好的 卡牌了呀 感觉宾哥这卡牌一楼亮 就是要干这个的 对 就告诉你 我有这一手 宾哥不想玩铁男是吧 他觉得这个英雄实在太下线 跟上线离得近了 那这样前排的重任 会全部压到了奥的身上 而且牌加暴女的这个飞镖 是一手 就是火炮给控 然后暴女扎镖嘛 对呀 看一下 冰哥这里 看到了 鸟已经没那么好偷了 哎 这波被勾危险啊 冰哥 要走啊 黄牌给一下 被勾回来 冰川增幅触发 这个位置很危险 交响回到塔下 浮钱 然后让野斧去抓猪 看看怎么说 猪龙奈特已经在换血了 换得很不错 然后贴脸就给你站罗 这对吧 他这样卡牌安全吧 毕竟你小炮是一直推线的 然后我卡牌等吃到 起码有个鸡跑 我再换回去 华点燃 交闪了 这个位置小明决 都会被碾死 再一勾 被他打一下 伤害够吧 还差至少两到三枪的伤害 射手的专注出发 这里在A几枪 用光盾挡一下 对方的第四枪 不用想 看这勾 看这勾 开扭开扭 勾到就要闪 给火 再高 哦 一盘到了 这下如果勾中一定要闪 对 整个大机器人就杀了 大机器人就杀了 机器人是没闪的 没闪的 闪出了脸 再被敲铃铛 暴女过来 给暴女蹭一个助攻 盛到了 没问题 刚好是找到了一波 稍微往后退 然后爱惜有大的节点 打了 上路没线 然后阿B这个时候 毕了补装备 BLG中路也推了线 安琪想了一下 对面的卡牌没补装备啊 但是飞机有低 卡牌有大 还是不能打 来了 蝎子被激活 蝎子要被激活 直接秒掉了 下来 叶兰瑶虽然睡到两个人 但是暗黑大招解 解完之后 进开局 机器人已经倒了 有人帮忙挡枪 最后一枪 暗黑被爆炸 火花给炸死 但是近战私生的效果 也很一般 最终正面打成了一波 一换二 与 BLG来说 如果想来争取 得赶紧来 看一下这一件 还是回放吧 牛头二连 这老牛好肉啊 他开了个大战 扛了一万个伤害 55的减伤 是的 虽然说最后被 又挂火 又挂这个爆炸火花台 勾到了 刚说完牛要死了吗 牛这边垂下地板 闪现第四枪 闪现地狱第四枪 直接完成斩杀 应该是勾到了小明 对啊 上路抓阿斌 阿斌有闪的 闪现睡 就闪R 阿斌这个位置 交闪现 机器人一个勾 把睡到的阿斌勾回来 配合上莉莉亚的伤害 没问题 应该要说了 怎么说这几分钟 谁帮我买个保险 我去哪儿 哎 这个小炮 毁灭射击推了 但是标空了 有点问题 而且 中路 打起来 来一键 勾到了艾希 但机器人的铁拳交不出来 艾希要被铁死了 敲闪走开 刷新W了 再跳上来 进那边家居 这个场景给他送掉了 卡牌开大伤 躲开了莉莉亚的干客 哎 卡牌下来一换一 换了 给XZZ吃饱了 这不 马上小炮在边线 去对卡牌 这问题不大 像RNG现在双射 发育真没有那么的出 可以围绕双射去打 而不要借 看看能不能围绕一下 现在装备已经成型的飞机 以及领先的艾希 这里去做一些运营 或者说团战的部署 好 卡牌落地是几乎满血吧 准备摸了一下 但是确实防御塔打他太痛了 对 还是 那没办法呀 不敢去 散现钩 好钩 奥克没闪的 小明 形成了破局一钩 这一钩勾完之后 能不能有更多的事情做 大龙没生啊 推个宠塔呀至少 但是有 河蟹被标记吃掉了 往野取挤 感觉牛头有点想开啊 来了一箭 又是CDC 又闪 ZZZ原地一个大拳 大空了 没帮你标到 ZZZ又白给了 而特面飞机 已经挖着敌的符合上来 把所有人打残了 那这样近开局 帮忙挡 其实虽然被睡倒 但是有队友挡枪 第四枪 两个人战盘标线 哎 边上的二 直接没想到 挡得了一个 打不了两个 他们三个没有成一条直线 双刷加上莉莉亚 发育比较不差的话 打断还是有 右边容错很低的呀 还有个机器人 这种X音速 只是这两波这剑一接呀 你感觉他就没存在感 是吗 他不能再这么买给了 那肯定是 这牛头真的是选的太好了 在这个位置扛了茫茫多的伤害 只可惜的是最后的一发 大招没有挡住 就他以为他能够走出去了 结果没走出去 对 想要去包下面的小胖 这一波小胖直接一个打不了 但是卡牌的牌抽得出来吗 抽不出来 第一张黄牌没选到 对 但是外交系是打不到团 呃 要看他们打 对 就现在没有那种正面的团给你打 基本就是也去被开 黄牌垫 直接逼了一个闪现出来 一剑 蝎子又吃了这一剑 利亚被秒了 利亚先倒了 蝎子这个位置 牛头闪现倒 哇 闪现把这个一个行径给挡住了 被他挡住了 就是没有误啊 其实右边的 前排 仔细来看的话 就一个开大等级 你看 被开的时候小胖都不在 根本没有 我这种人 啊 很可惜啊 这个主动的开团手为 第一时间就被黄牌 加上后续的控制给 没了 好 一个流火宠过来 一剑先找鸣 明明明还被秒了 明明被秒掉 呢 这样的话又少了一个关键的开团手 没有想象的利亚 只能选择先暂且拦下 阿尔克 这个大招是被迫只能释放 虽然说阿尔克被晕倒 但是进入位置 有牛头在挡 没有用中的性命之一哦 蝎子闪现想要去压制一下 但是也无破 闪现被闪现拉开了 这样两路破完 想一波了 要直接29分钟 尝试去结束这局了 闪现过来躲开了牛头二连 小炮一直在给他火力输出 再往先追踢 兵哥抽了一条黄牌过来 盯到小炮 但在这个位置 RNG也没有前排 却站在小炮的面前支撑他输出 4-3 Elk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名牌了 要远古龙拼了 要远古龙 但是加怎么办 说实话 现在这花山一条路啊 远古龙咋没有那么快的 卡牌要击缓 阿斌下来 一勾勾空了 黄牌定一下 远古龙快被打掉了 莉莉娅这边要拼扯了 落下来一个蝎子 蝎子这边先压制一下 远古龙拿到手里 但是机器人已经被poke死了 而且这一波下落的兵线快到家了 有TP XZZ先交TP回举手 剩下的三兄弟怎么说 爱奇这边万剑齐发 看了下这个草 一往无前往前顶 这三个人要被留住了 即是有远古龙 有大杀有空前魂 能操作吗 一个压制只压制了一头牛 那没有机会了 这两个人感觉也是困手之斗了 这个远古龙 仿佛没有帮助RNG 在绝地里面有翻盘的可能 反而是被B17这边 后续重点的一个支援之下 就是没有人可以往前去 勾到了 哎 暴女好像没了 有表 这个表 火花出来 哎呦 这口奶482 哎呀 绝望 好强大的奶量 哎 水银解爆炸火花是吧 D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无所谓了 这时候有什么N什么了 呃 再往前顶 祝德掌智囊选择去做最后的一个防守 闪现过来 二连定 XTC XTC直接被融化 五人聚赛的熊卦标记 31分钟 直接拿下了RNG的第一小诀 继续 1分钟 1分钟 3分钟 4分钟 7分钟 7分钟 3分钟